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前任行政长官梁振英 今天就在Facebook那处发表了一条贴文 他号召蓝丝去依法装修黄店 到底他怎么说呢 他就说 美心、星巴克和大批桑铺被暴徒装修 苹果日报和黄店没有谴责 如今黄店竟然自称是良知店 要装修黄店并不困难 虽然黄店招摇过市 但至今丝毫无损 谁有良心、谁真正爱香港 还不清楚吗 我反对用暴力手段装修黄店 但如果有黄店是违反法规 无论是招牌、蟬逢伸出行人路 冷气基滴水、占用后行 潜建各楼或其他施宜违反建筑物条例 消防条例、卫生条例、排污条例等等 请大家直接向有关政府部门举报 或找当局建制派立法会议员 又或留言给我 让黄店依法装修 其实梁振英的这条贴文 根本就是昨天中联办的说法延伸 昨天中联办就说 你这个黄色经济圈 其实就是用经济绑架政治 搞政治揽炒 很明显他就是要打击那些黄店 今天梁振英马上就作出配合 马上就号召蓝丝去举报黄店 依他说法 这就为之是依法装修黄店 但根据过去大半年的经验所得 那些黄店无论是遭受到真正的暴徒 冲入店内大肆倒乱 打烂所有东西的违法装修也好 或是遭到警察频密地上门滚搅 或是个别政府部门 经常进入店内进行检查也好 当这些消息传出之后 这些店铺是会遭到黄丝 采取报复性的消费 你现在说要号召蓝丝进行所谓的 依法装修黄店 豈不是会使得黄丝对黄色经济圈的支持更加稳固 另外搞这些所谓的依法装修 只会令到通行都揽炒 整个饮食界 为什么呢 当你号召蓝丝去举报黄店的同时 那些黄丝一样是可以有样学样 走去举报的那些蓝丁 当部门收到这么多投诉的时候 他一样都是要按次序来处理的 在去年九月的时候 大公报就是正正遭殃 原来经过检查发现 大公报社门口的副招牌是僭建的 后来收到屋宇署的信件 就勒令他要在六十日之内将招牌拆卸了 那你现在玩这个互相举报其实没意义的 大家斗举报的情况下 那些公务员谁知道你哪家黄店蓝店 当部门收到投诉以后 他们一样是闭上眼照去 所以没什么说谁给谁好处 而且要号召蓝丝去举报黄店 根本上就是重演 以前那些所谓人民斗人民的戏码 这方面六八九就最好 只不过那些黄尸也不弱 在经历过过去大半年的警暴之后 他们也不再退缩了 如果说要玩这些小学家形式的互相举报 那些黄尸也一定乐意奉陪 所以我就不明白了 到底搞这些号召有什么实际作用呢 对于蓝营也没有益处 除了纯粹向中联办表忠以外 其实中联办昨天的表态 也是违背了《基本法》第五条的精神 对不对 你有什么可能批判这个黄色经济圈 是用经济来绑架政治 然后就说这是政治揽炒 消费者绝对有权 去决定他自己口袋里的钱是怎么花的 这是消费权来的 如果你说他的消费权都要受到规管的话 这个根本上就跟《基本法》第五条的精神 完全背道而驰 《基本法》第五条是怎么写的 就说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 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 资本主义是什么 就是行市场经济 不是行计划经济的 市民按照着自己的自由意志 去决定帮衬哪间店铺 这个正正就是合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原则 而不是由政府决定你每天应该消费什么 或者消费多少 你以为以前派粮票的日子 都傻的 如果你是转了的话 你要通知一声 使得那些国际投资者自动走人 卷席是不是 原来 他那些市民自行来去决定帮衬什么买什么 都要受到你规管的 消费权都要横加干预的 作为国际投资者 那当然是走 所以这个对商界来说也有重大影响的 所以你说这些说话的时候 其实不单只是影响了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 亦都是影响了香港人对香港前途的信心 如果连资本主义这个根基都要动摇 根本上就是在开倒车 所以我常常强调一件事 不要等到2047才揭晓大结局 麻烦你在2020年就上演 你等30年这个不确定性太久了 你要告诉市民让他自己有个心理准备 让他自己去决定自己的前途 人就活一世 如果你搞到香港这样的时候 有些人可能选择走投不定 他不就存好一大块钱 到时到后就走人 趁现在还要赚钱就赚钱 如果他要抗争 他就滴心水去抗争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不要等到2047了 2047原来也是一祸熟的 不如先提早说 先说一下 让市民自己有所准备 应该怎么做 因为你今天可以看不顺眼这个黄色经济圈 就扣顶政治揽炒的帽子给他 他日你不努力哪个人 或者你看不顺眼哪些的事 照版煮碗就可以安排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所以你快把大结局说出来 你想怎样 是一国一制 全面管治 还是怎样 接着就说另一件事 就是这个 教育大学的前学生会会长梁耀廷 他在早前成功入品高等法院 法庭就在3月18号的时候 颁令港铁要向他披露 去年8月31号至9月1号 太子站和荔枝各站的CCTV片段 他和他的律师田队 自从3月27号以来 一直就很努力去看带 因为总时间是有90个钟那么久的 但是港铁提供的CCTV片段 并不齐全 情况绝不尋常 因此他就在4月29号的时候 透过律师去信港铁交代 片段画面不见了的原因 也出请港铁 尽快安排他去检阅 原装的CCTV的母带 片段影像不知所终 实在事关重大 他就速请港铁尽快回信 这件事当然就有问题了 早前法院已经说得很清楚 要求港铁保存整个闭路电视的完整片段 为什么现在突然说残缺不存 你是否认真看人家 现在人家真的看到不齐全 你怎么解释 到底这条CCTV的片段 是否经过删剪和编辑的呢 到底这条片当中失去内容 拍到什么那么厉害 会突然间不见了 有什么不见得光呢 是否牵涉到要隐瞒真相 还是怎样呢 明明法院都已经是说明了 叫你这个港铁不能删除了 突然间又说中间有一段是没有了 这就是香港的法治 整条片当中突然间不见感觉 有没有人需要为这件事来负责呢 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的前发言人张鲑阳就说了 不论是香港还是全球都相当关注831的情况 在去年的时候他就和梁耀廷在伦敦一起会见前港督彭定康 日前他就和王之锋见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总领事史默克 他也很关心这个831事件 史默克就说他会持续留意相关录影片段的检验情况 美国国务院在3月发表的人权报告也清晰指出 831当晚警队冲入地铁站打伤平民 有可靠的证据显示 警队肯驱散人群的时候 使用过低致命的武器 是违反了国际标准和规范 今次这个消失了的录影片段丑闻 再次传出国际社会的话 一定会影响国际社会怎样看待香港 除了会加快制裁香港警察的程序 他们更加会要求各国政府停止和港铁合作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的报告就会在5月底的时候出牢 现在相信整个初稿已经完成了 到底831的片段这件事 会不会加在这个报告中来说呢 因为每一天都有新的事态发展 最好能够更新到最新的情况 否则又要拖到明年就真的要拖到份了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